好 主播 各位观众 国民党立委王宏威是在今天上午召开记者会揭露赖清德的竞选总干事潘梦安 他的硕士论文涉嫌抄袭 那这篇论文呢 其实就是潘梦安过去在高师大就读成人所的时候 所发表一篇有关于国家公园的论文 那这抄袭比例呢 是高达了百分之五十四 五十四 他的抄袭来源呢 其实相当广泛 不只有国家公园网站的资料 还有多所大学的研究生论文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稍早记者会的画面 然后呢 包含中山大学的论文 包含肯定国家公园观光资源永续发展的研究 还有又来了 又是国家公园网站 还有朝阳科技大学 台湾体育学院 南华大学 台中师范 还有华南大学网络社会期刊 连他们的期刊也都一直在抄 那这样的抄法呢 事实上他的比例 已经接获检举了 已经接获检举 但是我在这边呢 也要跟高雄师范大学来做一个喊话 因为在接获检举之后呢 高雄师范大学甚至没有去回复检举人 你们的进度到底是什么 好 可以听到其实潘梦安这一篇硕士论文呢 其实发表在2010年 但潘梦安其实在台大的国发所也有一篇研究研究生的论文 是在2015年的时候发表 那这一部分有没有可能也涉嫌抄袭呢 王红威是说了 他们还在努力的搜集证据当中 那王红威也强调呢 其实在政坛当中也有部分的 部分的人也有论文抄袭的疑虑 那会不会是卫报弹呢 他也都还在努力收正 就等接下来 他可能也会一一的来揭露 那以上就掌握到最近消息 先把实验进口交还给彭丽主播 立刻下载进行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